年轻时尚就是目前各个品牌车型主要的形容词,毕竟现在年轻准车主的年龄,从90后逐渐收窄到95后了,在火爆的汽车市场里面,做不到标新利益,或者不够彰显恶性,都很难受到消费者的青睐,赚到回头率。 SUV市场里面,两款备受瞩目的车型,在6月末相继上市,分别是丰田CHR以及领克02,这两台车在调性以及定价方面都可以说非常接近,具体在哪些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,以及这两款车该怎么选择,还需要你继续看下去。 外观,时尚新潮受年轻人追捧分期购车获取底价,丰田CHR,查看更多优惠商家报价,14.48,17.98万分期购车获取底价领克02,查看更多优惠商家报价,12.28,19.28万内饰,各有特色配置差异,大乘坐空间,丰田CHR乘坐及空间表现,领克02,乘坐及空间表现动力, 自然吸气与涡轮增压的碰撞,丰田CHR与领克02发动机参数,对比丰田CHR领克02发动机型号M20HALH3G15TD排量2.0L1.5L进气形式,自然吸气涡轮增压最大功率126K,W132KW最大功率,转速6600,RPM5500RPM最大牛举, 203NM265NM最大牛举,转速4400,4800RPM1500400RPM,丰田CHR购买车型推荐领克02购买车型,推荐松洁新车辆你的外观,总是容易让人先入为主,通过文中的对比,很快就会爱上其中某款车的外观,不过这两台的颜值方面不相上下, 最好从其他方面考虑之后再做选择,从上面的购车建议中不难看出,我们更推荐丰田CHR中低配,以及领克02中高配,均在15万元左右的车型, 对于购买丰田的人应该更注重CHR更加科幻的外观,实用而不算丰富的配置,以及平顺的动力系统,而购买领克02的人群则更注重丰富的科技配置,更大的驾程空间,以及不俗的小排量涡轮增压动力,在整个狭小的细分市场上, 丰田这样的国际品牌号召力,似乎会显得更强一些,不过领克在乌尔沃技术的加持之下,似乎叫板合资品牌的底气也越来越足,竞争力如此强大的两款车型,谁的后续表现更强一些,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